怨我 都怨我 忍了十年了 一时冲动 毁了五弟夫妻之情 求师父赐我一死 一求谢罪呀 言 废人 尽做废事 活着还有什么用啊 请师父成全 你不说什么呀 天下事明明自有定数 老天爷让你活着 必然有让你活的理由啊 可是 可是我毁了五弟的夫妻之情啊 更毁了他的遗孤啊 三弟啊 师父正为了无忌的事 烦心呢 你就别说了 娘 爹 无忌 娘 娘 无忌 爹 无忌 你爹娘已经死了 你要好好活着 学好了武功 为你爹娘报仇啊 我不要报什么仇 我不要报仇 大伯 咱们放了那些坏人 赶快救了爹娘好吗 好吗 无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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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公 好疼啊 无忌 我们只能尽力而为了 我们只能尽力而为了 至于他能活多久 要看老天爷对他的慈悲了 师父 无忌之而病成这样 难道我们只有束手无策 天天由命了吗 到现在 也只有一个法子了 啊 师父 您一路保重啊 地上 岁寻 员 除此 多疯 与 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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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公 你看 上天有好生之德 请思维 老道士 你不要都管邪事 我们是衙门的 奉命捉拿援州魔教反贼余孽 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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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道士 有种留下名号 武当张三丰 走 少主 少主 这孩子 是我家少主 你遭毒手 长玉成叩谢张真人救命 起来起来起来 赶快起来 少主 我看你身受重伤 还如此保护幼主 你真是一个铁蒸蒸的汉子 我出手相助 你不必挂在心上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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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空 时空 我好冷 小姑娘 叫什么名字啊 我姓周 名叫周芷若 一个瑜伽女娃 名字倒取得挺优雅 你家住哪里啊 还有些什么人待会儿送你回去 怎么了 我 我就跟爹爹两个住在船上 再没 再没别的人了 她可是家破人亡呢 小小女孩无亲无故 都能任由她流落街头啊 该怎么安置你才好呢 张爷爷 她叫什么名字 张无忌 天气又不冷 张无忌为什么一直发抖啊 她 这小小年纪 怎么会中了 极婴极寒的赌掌呢 她的伤势恐怕是活不长了 可怜的孩子 刚刚失去父母 自己又不于人事啊 张真人 张真人 小人内伤不轻 正要找一位神医去疗治 何不让他和小人一同前往啊 估计寒毒侵入肺腑 非一般药可治 只能 只能慢慢化解 可是那位神医 当真有起死为生的能耐啊 你说的是 蝴蝶谷的神医 正是他 蝴蝶谷的神医 肃闻蝶谷一仙 胡青牛 虽然一道高明之极 但他是名教中人 一向为武林人士所不齿 况且他脾气古怪 凡名教中人求他 他尽心竭力地取医治 分文不取 但教外人有求于他 就是黄金万粮摆在他面前 他也不屑一顾 因此有一个外号 叫做见死不救 朝廷官府当我们名教 为十恶不赦之徒 名蒙正派又看不起我们 就连黑道众人 也说我们名教是魔教 您老人家 明知道我的身份和来历 还出手相救 我常立纯就冲着这番恩德 也一定要劝胡世伯 魄力不可 你恩怨分明 我感念于心 蝶谷一仙 一道高明 我是听说过的 只是 无忌身上的寒毒 是非寻常啊 不是我说话难听 这位张小爷反正也不行 最多是治不好 左右是个死 又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好 好一个左右也是死啊 无忌只有以死马当活马医了 有你了 长颖兄 无忌这孩子就拜托你了 张军 您请放心 师公 你病好以后 常大哥会带你回武当山的 乖孩子 只分别几个月了 不用太难过了 师公 您保重 虽然我是个女孩子 可我爹常跟我说 男儿有泪不轻弹 我不哭 我不流泪 张真人 常玉春就此别过 乌锦兄弟 走吧 给老大 求你帮我 让你帮你帮我 尔子小孩 您可以帮你帮你帮我们 把他 承招我们 就多能提供 所有的蚕馆 要拿Enity 行 要拿到 除了 清理 这下颜帮 是 最好 你的真人 一个人 这下颜帮